满庭方公益协会第15年举办年前物资的发放活动 今年募得100万元采购了2000份实用的生活物资 要发送给北花莲四个乡镇市的低收入户 花莲市长魏佳燕 检向长游淑珍亲自到场 感谢满庭方协会的善行 让社区的弱势乡亲可以感受到温暖关怀 满庭方公益协会第15年举办年前物资发放活动 今年募募得100万元采购了2000份实用的生活物资 要分送给北花莲四个乡镇市的低收入户 满庭方公益协会启办这个税末寒冬关怀座市家庭 我们还是以发放物资代表我们对他们的关心 每年办这个活动我们最主要目的是 希望大家都可以来帮助更多需要的家庭 所以过年到了我们想说准备一些物资发放给他们 让他们大家都能够平安过好的 今年的数量跟7年一样 大概是有2000个家庭 所花会经费在100万左右 花莲市长魏佳燕 既然乡长游淑珍也特别到场 感谢满庭方协会的善行 让社区的弱势乡亲感受到温暖关怀 今天也非常感谢满庭方公益协会的理事长 林国栋理事长 他在每一年都会在农历春节前夕 来做物资发放的公益活动 那我们花莲市公所这边 未来有什么可以协助跟满庭方做一个配合 我们都有全力 那今天真的非常感谢理事长 发放了近700份的物资给花莲市的一些弱势的一些家庭 那未来也期盼不管有任何的一些公益活动 也希望我们满庭方公益协会都能支援 我们花莲市的一个弱势的家庭 首先感谢满庭方公益协会 每年都会带来满满的力量 溢注在吉安的弱势家户的救助 今年开启了555份的物资 满满的祝福温馨跟年节的关怀 要送到乡亲手上 我们相信这是一份社会的关怀 更是一份公益推展的力量 淑身代表吉安相公所 吉安的乡亲献上满满的感谢 并祝大家新年快乐 两千份物资包括了白米、面条、炊粉、沙拉油、酱油、盐和糖 都是重要的民生必需品 空军四动腰连队的国军 也在现场协助搬运、分装 大家齐心协力 把各界汇集的爱心 奔送到家户当中 也让大家感受到温暖的过节气氛 这里会幻视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